现代人生活压力大,失眠问题常半左右,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,全台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受到慢性失眠影响,有工程师长达一个月都睡不住,饱受失眠困扰而意识检视他的生活形态后,也点出二问题,其中和阳光有着密切关系。 睡眠跟我们整体健康很有关系,尤其是失眠的朋友真的会气色看起来很差。 身心科医师陈长盛在节目《医师好蜡》中分享,过去一名工程师病患有长达一个月都睡不住觉,每天在床上翻来覆去,整个黑眼圈超级重。 一问之下才知道,患者连续三,四个月都没有晒到太阳,原来该患者所住的公司宿舍跟厂房盖了风雨地下道,所以每天早上起床之后都走地下道过去厂房。 晚上再走回来,他透露累积下来很久没有照到天光,胜利时钟乱掉,自然失眠状况就出来了。 不仅如此,患者还有一个坏习惯,就是晚上拼命滑手机,医师坦言蓝光在睡前进到我们身体,褪黑激素分泌就会失常。 最后陈长盛请患者睡前一小时不要滑手机,即使用任何3C产品并搭配药物帮助他入眠。 另外,每天早上7到9点都要出门接收天光,防晒根接受天光不冲突,只要眼镜接触到阳光其实就算数了。 三,四个月后,患者开心告诉医生,自己要越吃越少了,且睡眠都很不错。 知乎太好了,终于从门诊毕业,摆脱失眠困扰。 过去食药署就曾建议民众若享有好的睡眠品质,做西药与日夜规律符合,白天应照到充足光线,一睡醒就要拉开窗帘,晒太阳。 晚上则是减少开灯,让光线暗些,并减少使用荧幕、手机,避免光线刺激而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